而台九线安全景观大道瑞瑞段 28号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60岁的代性驾驶开车搭载另外三名友人 意思因为精神不济偏离车道 连人带车就撞上了中央分隔岛的电感 驾驶与后座两名乘客受伤 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零行妇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伤众送医急救后人回天罚树 63岁的代性驾驶疑似开车精神不济偏离车道后 连人带车撞上中央分隔岛电感 撞击力道强大 前轮断裂车头右侧溃缩 整部车瞬间变成废铁 这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28号下午4点多左右 63岁的代性驾驶开车搭载另外三名友人 行进台九线瑞瑞断石 失速致撞分隔岛电感 驾驶与后座两名乘客受伤并无生命危险 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零行妇人严重受创 警销人员赶紧送医急救 消防车主到现堂后共有4名伤患 其中一名年约60岁女性伤患躺在路面上 经救护人员评估委欧卡后 立即给予急救措施并急速送医 另外3名伤患意识清楚各有不同程度外伤 经厅估后给予必要的救护措施 在特别有复原酒压及三名酒压送医 经过医护人员抢救 零行妇人最后因伤重宣告不治 由于这一级是台九线瑞瑞断 这半年来的第三期死亡车祸 不仅地方对于这条安全警官大道质疑申浪提高 警方也高度重视 深入调查厘清造则 也进一步呼吁用路人 因注意车前状况及减速慢行之外 也特别要随时注意自身精神状况 切勿疲劳驾驶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您的几个oul Sunny